口德,就是说话的道德,也就是不出口伤人,在咨询的案例中,一些朋友埋怨自己情感不好,财运欠佳,小人太多,命运不公,最后郑博士分析的结果,往往出乎他们的意料,一些由于不注重口德,因此容易随意伤害别人。 嘴上不激得,最终结果是伤害了别人同时也伤害了自己,人世间的健康,快乐,富贵,朝寿,平安等等之福源皆有得而生,认为,要想愿是好,口得很重要,人的一生需练就两相本领,一是说话让人结缘,按事做事让人感动,恶与伤人心,良言利于行,行事之恶,莫大于苛刻, 心术之恶,莫大于阴险,言语之恶,莫大于造乌,伤人以言,甚于刀剑,古人说,口能吐玫瑰,也能吐吉利,不注意口德,说出伤人的话,往往就像往墙壁上钉了钉子,但毁物是白下钉子,却永远留下了疤痕,正如你捅了别人一刀,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,那个伤口却永远不会消失, 这个伤痛会一直存在,欲言切勿刺人骨髓,吸血切勿中人心病,便是这个道理,还有一说就是心地在好,嘴巴不好,也不能算是好人, 一个人若有一颗豆腐心,却尝着一张刀子嘴,也往往会恶语伤人六月寒而不会良言一至三冬暖,开口技巧人,不为丧身,足以丧德,从中国传统的命理学和卫理学角度来看,修炼口德,就是修炼自己的气场,一身正气才能好运多多,口德好才能运势好,运势好才能少走弯路, 多些成就,像一个朋友们可能耳熟能详的故事,梅兰坊的表演艺术,早已炉火纯青,有口皆碑,获得国人一致好评,然而,有家小报的记者,却要反其道而行之,故意挑战梅先生,以此来抬高自己的知名度,以便更好推销这份小报, 然而,梅先生却不予理睬,这小报记者更急眼了,一致谩骂,羞辱梅先生,梅先生还是一言不发,不予争辩,周连的人都看不下去,梅先生还是耐下性子,说服大家,不要去管他,后来,也就烟消云散,不了了之了,若干日子之后,这位小报记者贫困潦倒,到处借钱借不着,一天, 他想到了梅先生,何不试试,看他能不能借点钱给我,于是,他绞尽脑汁想了很多,他到梅先生家门口求见,梅先生出来见他,他按事先的准备前程的地检讨自己,梅先生打断了他,说,别讲了,你有什么事吗? 小报记者说了几枚钱,借钱的遭遇,梅先生掏出二百块钱给他,说请走吧,这位记者感动,的扑制,跪倒,在梅先生跟前,梅先生说,走吧,之后,梅先生还教导自己的家人,一定要注意口德,嘴巴要积德,嘴巴要让人,嘴巴让人,一生平安, 他自己也以身作则,从未背后说过一个人的不是,华东师大翁似在心上,深又感慨的说,梅来帮一生,就是这样做的,施舍,助人,宽容,律己。 所以,他不仅成为京剧艺术的态斗,而且也是道德高尚,为人师表的踩摩,可见,恶言不出口,科研不流耳,这是我们每一个朋友,应该具有的修养,有了这样的修养,你就能化腐朽为神奇,风生水起好运了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